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现在菩萨正看着你 这两个影片之后呢 感谢许多朋友肯定 然后有一些朋友也提出一些问题 有位朋友问说 影片中我放的 有介绍三本海淘法师的咒语的小册子 可以再让他们看清楚吗 好那我今天就特地再把它找出来给大家 看一下它的封面 好第一本呢是慈悲的咒语 好在这边这样子看得到吗 好定格三秒钟 好这是第一本 第二本呢是慈悲消病咒 好 慈悲消病咒 好第三本是生活慈悲咒 蓝色的 好就是这三本 好这三本我觉得 嗯 编得非常理想 颜色也很漂亮 然后里面非常丰富的 多的咒语 大家可以到海淘法师的道场 去看一看还有没有 这三本呢是已经是 大概十年前的册子了 现在不晓得还没有出版 大家可以到海淘法师道场询问 好接下来呢有朋友问说 诗食 哦对 嗯 那个三个册子 我再补充一下 那位学生呢 他有提到 这个诗食咒跟甘露水真言 在送念的时候 不一定手上要有实物 真正的实物 如果没有 一样可以送念 好 但是可以打手势 打手印 做手势 他当时有教我 但是我忘记 因为我不常打 所以就忘记了 好但是他说 那个手印打的时候 要赶快收回来 因为他说甘露水很珍贵 不能像大桶水一样 整个倒下去 好 甘露水很珍贵 所以呢 甘露水真言的手印 出来之后 要赶快收回来 但是我忘记怎么打了 以后有机缘 跟他再见面的时候 我再跟他详问清楚 好 那么有朋友询问说 诗食的时间 有一定要晚上吗 好这一点上次 我在询问 十云四师父的时候 师父有开试 他说 整天24小时都可以做试试 只是因为呢 二轨道他们呢 大部分都躲在阴暗处 阴暗处角落处嘛 所以呢 大部分都会在 大部分都会在晚上 或黄昏之后 出来会比较多 好 白天一样可以做的 没有问题 好 有些朋友问说 那是要做 那个食物是 试食的时候是 生的还是熟的 像米 米的话 生的也可以 熟的也可以 这都可以的 好 其他的有关于试食的细节 可以看上一部 我等一下放在下面 影片下面的说明栏 大家可以点进去 再看一下前面的 影片里面的 对于事实 有更详细一些的回答 好 那也有朋友问我说 我和那位学生呢 是什么样的因缘 因缘呢 他的意思是说 我懂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大概就说 我们就常讲嘛 这一世和你相遇的 每一个人 势必有原因 所以这位学生 会跟我相遇 好 更何况是菩萨牵线 那势必我跟他 应该有一些 共同的因缘 这一点早在 我跟学生认识 上课那时候 我就问过他了 好 那么我们就 就从一开始 好 他跟我开始上课 的时候陆续续呢 我就问他说 我们是 应该先说一开始 那一开始呢 我就跟他讲说 亚琳啊 你好 白天要上课 下午要打工 那么你这样子 变成很忙啊 有空谈真吗 他说有啊 老师 我会找时间 我不但白天上课 下午打工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 还被菩萨叫起来考试 所以呢 其实我很累 那很累的话 但是老师 我还是早上六点 就会起床 哈 我说六点 六点 很多学生这时候呢 尤其大学生 有一些可能会 睡得蛮晚的 那他很不容易 他六点起床 我说你六点起床 做什么呢 他说 老师我要起来 诵经持咒啊 那我说 那你 你爸爸妈妈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那我说 你家有佛堂吗 他说没有 那你在哪里 诵经持咒呢 他说我在房间 我偷偷的做 好 那他都在房间呢 拜 拜佛 拜颤 诵经持咒 这样子 他怕他妈妈呢 会 家人会误会呢 他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他不敢给家人知道 好 那 他说 老师 其实一开始 菩萨教我学真的时候 但是因为 他说他自己 他说 因为他家境也不是很好 怕付不起学费 所以他 请菩萨帮他 签一位古真老师 那么 他的条件是 第一个 学费可以稍微便宜的 然后第二个是 也会谈 也会教 适合他的 好老师 那我突然下心 谢谢菩萨 把这位学生 签过来给我 也让我听到许多 这些修行的 事情 然后让我们彼此 更增长 好 那么他 也曾经分享过 我那时候说 那我跟你 这一次会相遇 势必有缘吗 我们是怎样的 前世姻缘 他说菩萨有指示 说我们以前 其实我跟他都是 观世音菩萨 坐下的弟子 那么我们在 天上的时候 我们是不同组的 我又听了 很特别的语言 分组 原来在天上 修行又分组 他说是啊 要分组 然后他是属于感应组 那我就很好奇 我是什么组呢 他说老师 你不是跟我同一组的 那我是什么组呢 他说菩萨没有讲 你有讲 但是我在人间 这么多年了 我自己感觉 我有可能是 红法组 红法 好 那么 当然没有答案 没有问到答案 好 所以是分组 当时他有说 那时候他才二十一二岁 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左右 他说当时 他认识一个 一个 一个朋友 菩萨说 他说这个朋友 正在接受魔考 不但事业不顺利 还有忧郁症 好 那么他也是 菩萨坐下的弟子 那现在菩萨 请他带领他修行 然后另外他说 老师也就是我 他说老师 你可能跟 他打工老板娘 他说你可能 你可能跟我老板娘呢 因为菩萨说 你跟他很有缘 那你可能跟我老板娘 是同一组 这样子 好 那还有一次 这个学生有提到 他说 因为他开始学古真了 有时候 他说有时候一忙 他没有 好几天没有谈 好 那没有谈呢 他说有一天晚上 他就觉得有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类似 是一个磁场 磁场把他缠绕着 身体缠绕着 让他动弹不得 然后他就 醒来以后 他就问菩萨说 那是什么东西 缠了他 菩萨说 那是一条龙 蛤龙 为什么要缠了他 菩萨说 因为他叫你 起来谈古真 那为什么会是龙呢 他说 他也是猜测 他说第一个 他的生肖属龙 第二个 他说老师 你帮我买的 那个古真上面 正好是雕龙缝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龙把他叫醒 叫他好久没谈真 起来谈 那另外他又回 他又补充 上次我说的 我的古真呢 里面是一只大鹏鸟 但是 我有问 为什么我的是大鹏鸟 他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知道说 因为他 菩萨跟他讲 说我很喜欢大自然 喜欢青山绿水 很喜欢花花草草的地方 他说你很喜欢大自然 然后菩萨说 你跟叶依佛母很有缘 叶依佛母旁边有一只孔雀 所以有可能 你的古真里面那只大鹏鸟 其实可能是孔雀 那他说不管是龙 他说那只大鹏鸟不是小鸟 不是像麻雀那种小小鸟 是很大只的 他说不管是龙 还是大鹏 孔雀 鹤 白露丝 都是属于大型动物 大型的鸟类 那么那些都是属于零兽类 至于他是一个器 或能不能成一个成型 和谈真人的修行 跟境界有关 这样子 他听到菩萨有这样的开示 那么当时听到这一些 其实我从小也非常跟佛菩萨 跟这个也非常有缘 我记得我在五六岁很小的时候 有时候妈妈大人抱着我的时候 我正好看着隔壁邻居 他们假设在他们家客厅 我记得也有一次有印象 在客厅的时候 邻居的客厅 那时候他们家有佛堂 有关心菩萨像 那么爸妈妈抱着我的时候 我正好面对着菩萨像 我还记得那时候 小小年纪里面 就会看着菩萨的眼睛 然后就是觉得 好像被看穿看透了 然后就很惭愧的 头又低下去 然后再抬头看他一眼 又觉得作贼心虚 头又低下去 因为我当时心里想说 菩萨知不知道我昨天偷吃糖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偷吃厨房的 例如说砂糖 小时候我们经常有方块糖 对不对 那种方块白白的四四方方的 那一粒放在口里超好吃的 还有几次我会偷吃奶粉 把奶粉这样摇起来 放在嘴巴里这样吃 所以我当时就 心里就觉得对菩萨有敬畏 那时候年纪就很小 那么这些都有一些迹象 都可以显示 我们都是跟菩萨有缘的人 这就是我们 我和那位学生的一些点点滴滴 和您参考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